當我們發展北部都匯區各個新發展區的時候 我們要收回和清拆的棕地大約都是有八百公頃 簡略說是大約一半左右 其實為什麼我們這一半左右的公頃要發展它呢? 其實都是它可能在我們一些發展區那裡 我們需要用那個土地去做一些高密度發展 又或者它在一個發展區因為它的運作是露天形式 已經和周圍的環境是不協調 過去一段時間很多時候都有一些意見 就是政府為什麼不全面取締這1500公頃的棕地 其實正正就是我們明白這些棕地上高都有它的經濟活動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全面取締的 有些訴求就是說當我們處理這些棕地的時候 可不可以另一方面又一換一地找回一些同樣 是相對便宜的土地給它們去經營呢? 其實我也希望社會明白本身這個訴求存在一些矛盾的 過去這幾年我們先後改善了一些補償的安排 無論是給那些棕地的業主、土地持有人 或者棕地作業者 我們在補償安排那裡都提升了 務求是希望收地的時候它們都有一些資金 它可以如果它想繼續經營的去另覓土地 還有有些少許的資金給它作一個緩衝 也都政府會有時候會推出一些短期租約的用地 再長遠來說我們會發展一些多層的工廈 未來我相信發展局在這方面的工作 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們在局的層面去做一些協調 也都可能要更加主動找一些在這些棕地作業裡面 如果有個別是對於我們香港的經濟發展 特別的重要性是強一些的 可能我們的力度就要大一些 但是這方面我也是想重新 每一個受影響的棕地都要一換一 用同一個便宜的租金去繼續經營 本身的確不是我們的政策 但是我們希望借助今次我們重新發展一個地方 我們都協助一些對我們經濟有幫助 有增值的棕地作業去升級轉型的